在一众明星科网股中,腾讯00700率先公布业绩,虽然业绩逊预期,但创办人马化腾大派定心丸,指腾讯将职极拥抱监管。 曾渊仓继续看好腾讯及阿里巴巴零九九八八,建议投资者买入作长线投资。 腾讯公布第三季业绩,录得1299亿元人民币的顺利。 按年升百分之29.2%,每股盈利13.6元人民币。 期内,腾讯收入达4159亿元人民币。 按年升百分之19.4%,首三季岁前释前折旧前摊销前利润EBITDA,录得1366亿元人民币。 按年升百分之6.9%,经调整EBITDA按年增百分之11.5%至1525亿元。 腾讯表示,第三季期内的商业生态转强。 餐饮、零售及交通等行业的渗透率加深。 活跃小程序数量按年增长超过百分之40,数码内容方面。 收费增值服务付费会员数按年增长百分之10-2.35亿人。 视频付费会员数增长百分之8-1.29亿人。 为期广告业务收入增速放缓。 腾讯预计,由于宏观环境挑战及部分重点广告主行业受监管。 整体行业广告价格在未来几季仍然疲弱。 料广告行业于明年经过重新调整基数后将恢复增长。 被问到何时能留底? 增渊仓指出,无人知腾讯何时见底? 但股价目前距离高700元的水平,已回落很多。 腾讯,什么价位都可以入,始终会升至1000元。 他俗称,投资者不须计较真正的底。 落在什么价位,认为价格便宜就应该买入。 应看买入价回升至高位的回报。 监管反乘利好因素。 至于腾讯未来会否再一次面对监管,增冤仓了? 监管陆续有来,但反而利好股价。 因相信腾讯加大投资科技,而不是搞垄断。 而腾讯管理曾亦表明,会积极拥抱监管。 此言论由于派定深远。 身兼主席及行政总裁的马化腾清, 腾讯将投入产业数码化。 高端科技和共同富裕,探索新的成长趋势。 经济一周推介一名腾讯高阶主管回复有关监管催严后。 腾讯的业务方向时指出, 腾讯在游戏, 社群网络还有很大的野心。 这是公司未来的成长引擎。 他提到, 公司也有有很多的方法应对新的政策。 比如公司处备了很多新的游戏IP, 并可以将社群网络和游戏结合在一起。 还有可以用VR, 把增强游戏和社群体验。 另一名腾讯高层指, 游戏, 保险, 教育等中小公司会受到新政策影响比较大。 但是总体宏观环境是向好的, 还很大的增长机会。 他说, 一旦监管政策落地, 公司需要适应新常态。 国际市场也是一样的。 一旦所有行业都合规, 行业就会变得更好。 八爪鱼式投资增渊仓相信。 腾讯未来继续受惠于现有的投资。 不论投资业务, 亦或是发展新业务。 例如东南亚小腾讯之称的C-Limited美股代号, Shay。 根据C-2020年的年报, 腾讯持有其22.9%股份, 为大股东之一。 由于C-熟同权不同权公司, 腾讯虽持股多, 但只拥有少量的投票权。 增渊仓说, 腾讯没有兴趣经营C, 指示在做投资, 或利用他其他业务。 开拓更大的市场。 C除了拥有电商应用程式Happi, Shoppy, 旗下的游戏公司Garina与腾讯关系密切。 独家代理传说对决等大热游戏, 便相帮助腾讯在东南亚发展游戏业务。 增渊仓指出, 腾讯有很多同类型的投资, 例如投资日本的动漫公司, 亦是为了发展游戏业而铺路, 继而取得当地更多的知识产权, IP。 阿里云撑起前景此外, 增渊仓看好阿里的云技术, 也建议投资者买入其股票作长线投资。 阿里将于本月18日公布第二季业绩, 业绩的股价难免较为波动。 投资者可代业绩出劳后财部署。 综合9间券商预测。 阿里的淨利润料介乎265.3亿至403.66亿元人民币。 按年下跌14.3%至43.7%, 中位数为340亿元人民币。 按年跌28%。 券商普遍关注内地监管政策对公司影响。 阿里公有云供应商地位会否被国之云取代。 阿里云上月发表了首款自然伺服器。 晶片是基于对架构。 即苹果公司, 美股代号, AAPL, 自家研发中央处理器, CPU, 所用的架构。 除了在所用晶片的架构上的与苹果不谋而合。 阿里未来在个人终端的云端业务方面。 发展路线亦与苹果相似。 市场似乎甚为看好阿里云发展。 高盛预计, 阿里云业务在第二季按年升29%。 维持阿里买入评级, 并列入确信买入名单。 目标价由246港元微降至245港元。 中金则指出, 阿里云持续深化自然技术, 云原生处理器晶片, 云原生服务器, 神龙40架构, PolarDB关系型数据库, 大数据AI平台等重磅产品 不断加强阿里云长期增长的基础。 因为, 该行与阿里跑赢行业的评级, 目标价为203元。 预计有较高定价权的海外资金逐步买入阿里。 阿里有望逐步走出监管风险的阴霾, 仍来估值收复。 阿里云通稀奇跡 Office 也计划 您此行为 门の kin